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我相逢极有缘 眼在笑容也更远 不是欢喜多不愿 你会给我多想起来 尊我你我小年人 寒露雨天聊成人 我怕好坏天一人 自卑的关怀到寒露雨天 你我小年人 一生最惊爱所有度亲 好朋友早安快乐 这段时间是我们出现必胜工 为我们做提供的节目 我们想念资三条平 公布万八九点三 每天九点到十点 每天八点到十点 每天八点到十点 每天八点到十点的时间 或是要连线 或是要破洞 或是要说过事 或是我们的度亲 有什么问题 虽然每天都给你做解答 现场可以用一双电话 五九六六四四九 会记得我们的感觉利用 那如果家里面 香都没有了 香困没有了 或是说有些保佣品 就没有了 我们就靠一下电话 虽然毕生说 博物电话 五九一六恐四五 外观市在给他健康 五感恩 来 今天要来安排 这一堆是 很多人要听 说听不完 我们现在 重新去求一次 有多狂 不问前方的路有多远 不为成佛也不为成心 无欲无求 无修行在人间 放下心中所有的牵绊 明里到头是过眼云影 流到轮回谁是我的缘 古海湖边谁是我的缘 我是红尘中那一朵脸 花开花落不尽其波浪 看尽繁华经过幽啊 木人回首已不再少年 我是红尘中那一朵脸 看透人间沧海还桑田 不拥不拥不散不贪不灭 苦了都在放下的一瞬间 我做人想的 是红尘中的一瞬间 我做人想的 单音色 我做人想的 如果没想到 伤感 听这对 我们来说 人生就是一场制度 先说人生是一种主度 你是要主度 还是要让人度 度就是一种 把人不明白的负答 度是一种 别人不明白的负答 度 就是我们说传度的度 还是说度重生 是怎么还要够三点水 那个水里 这就是百度的度 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方向 所以不必向任何人 倾诉你的苦衷 我们说让人听 人家可以跟我们赴三天 只能跟我们安慰 如果真正经济问题 可以跟我们赴三天 也是渐死 所以人生还是制度 因为这个世界上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 你在说这种感同身受的人 感同身受的人是有 不是没有 大家都是有感情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每十个人都会认真正经济 说没有灵 没有灵 不是这样 但是感同身受 只有能软自知 到底有多少真心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感同身受 那自己的伤痛 自己要抚平 自己的痛苦 自己要吞 所以说自己才是自己的救星 自己就是自己的救生 相亿 所以人生就是一场祖度 制度 既然是制度 那我们也要去了解 你们看过梁朝伟主愿的殿影 叫做百度人 它有一句很经典 很经典 如果人 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谁会是你灵魂的百度人 事实上 灵魂的百度人并不存在 真正的百度人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的祖宰 灵魂也是你 三分七坡来祖宰到我们人的灵食 祖宰到我们人 你的感受 所有一切 有人说你会害到三分七坡走去 三分七坡也是我们的五脏六腑之一 要说 你心头很智 你的心中很有力 刚才有什么事 不会这样很怕疼 一个面子脏顺顺 那心中有关系没有关系 这个人很主宰 他的心中到底很好的 这个人五眼很平均 这个人 他的高性就不会这样禁止怪怪 也不会很坏交通 这就是说 真正百度的人就是你自己 所以说生命的场合里面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使命 也会遇到不同的难关 人生一生要三次百度自己 第一次 第一次是什么 年轻人要度过感情的不顺 为什么说年轻人 爱乱爱 乱爱不好 有的呢 还会带带去做那条 做那烧炭 也有了 所以说年轻人要度过情观 少许说 没有少女不怀春 没有少年不痴情 年轻的时候 爱与恨 总是来得惊天动地 没有人逃过 一个情志 总以为遇见一个人 就是一生 这就不对了 有的人 如果第一次度到 他动作说 这个就是我要爱的人 放不下 如果离开了 就离开我 这样都不对了 所以年轻人 一定要先度过情观 度过情观 情依这期 你如果看他开船的头 你总会遇见一个 你很心仪 又很标准的人 所以我们说 人生人和一个岔口 都有能走散的 是怎么说 我们说路 走到哪里 都是有时 牵手牵着飞 到一个岔路 也许你走东边 我走西边 所以都会 人生第一个关口 就是从度过情观开始 第一个关卡 我们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 因为爱情 因为感情 因为怎么样 发生事情的很多 很多 所以 为什么要跟我们说 第一关要先把情观 导好过 这就是人生 第一个甲 我们说导靠 先度过自己的情观 人之所以伤心 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看了不够 我们的甘中出世事 但是我们看了不够 我们说很短 很短全的 去谈恋爱 但是没有把 这个恋爱到结局 我们都没有去分析好 所以我们就会感情缩胸 所以 年轻人 要先度过情观 恋爱 我们说 决然而去的 一定是不值得的感情 既然是决然而去的人 那就是不值得你留恋 爱而不得的 也不要 爱不得 也不要纠缠 既然不能相辱 以沫 不如两两 相望于江湖 度过去再回首 所有的爱恨情仇 都会变成云淡风轻 这就叫做 一个很潇洒 谈感情也很潇洒 我们说 情 这日看得更严重 我们就比较不上感情 那中年人要度什么 中年人要度困难 中年 如果做事 要做事 都会去渡到困难 那中年人 要把困难的难关 要度过 人生仿若一座山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攀登者 所有的人都是攀登者 从上学 工作 到结婚生子 每每每往前攀爬一段 山就是 图鞘一分 负担就越重 那辛苦上的 负担 随之加重 到了中年以后 登山的难度 还要时时担心 失去赖以维生的工作 会吗 这间公司 如果在游游 海海的时候 我们就很怕说 海了 不知道 叫我们放无心价 这间公司 到底是会发电 还是会倒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中年的困难度 还要时时担心 失去赖以维生的工作 所以生活的淡字 就像潮水般 一直在侵袭过来 压弯就压了 风 把我们的蜜蜜 都吹得咬去 所以每个南日 当头的中年人 都有不为人知的压力 我想今天说这段 就是在说我们人 青年 中年 老年 所以 不以为人知的压力 真的是有 但你想象的焦虑 虽然说中年不易 但你主能一步一步的 往前走 不能停 也不能回头 人到了中年 主能一关一关的制度 度完一关 还有万重浪 千重山 正如 我们古早人 一些压力 在说的 说 哦 主要过何 我们做过了 这个 过何的主要 只能拼命 向前 度过 忙得 还是分不清楚 喜忧的伤 我们都要度过 忙 没有时间痛哭 但是 一场艰难的时光 有朝一日 你我都能将 说望着大火 弯弯 终于 犯党 喜笑 面对人生的困难 这样呢 我们人就是要有这种 这种情怀 和这种 输送 我相信 我们很多 女生的困难 现在都闭口 在做工作 真人心 在贪心 因为我们现在是 中年 年轻人 那个梦动 时间过了 那中年就是要 担这件的时间 那再来呢 老年 要怎么来 度你的心 老年 要怎么度你的心 说年轻人 就像 瑕 瑕士 老年人 如真人 为什么 因为你感叹 一个人经过 不同程度的锻炼 就会获得 不同程度的 修养跟 效益 这是修实的 这叫人生的 历练 跟经验 人生的历练 跟经验 好比 好像 香料 倒得越脆 磨得越细 香得越 浓泪 就像我们 我们在吃东西 都要沾一点 什么 味噌粉 沾一点 鹽 沾一点 胡椒 有人要吃 蒜头 有人要吃 险 这都是 这都是你 人生的 五味杀尘 但是 你又必须 要有这些东西 提味 你才觉得 人生够味 厚 有厚 所以我们 曾增加 渴望命运的波澜 最后才发现 哎呀 人生 最万妙的风景 不过是内心的淡定 从容 山一顶 水一顶 一路这样走来 像梅香 一路这样走来 七十二 我有很多的体悟 年轻一段是怎么过 中年一段是怎么过 老年一段是怎么过 所以就说 山一顶 水一顶 山水都走过了 一路这样走来 漫过了年少的情观 也越过了生活的难关 人到了暮连 千环过境 千环过境 最后要度的就是 自己的心 就是感悟了 最后要度我们 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有一些度亲 你说就要吃老 很无聊 我说不 不无聊 我们的度亲 像这样 常听听 一些有意义的 我们说心灵讲课 然后看一些经书 让自己的脑清静 然后提升 我们自己的 每一个人 吃老都会改变 像说少年就好像 脚手一样 什么我都不怕 中年那时 是可怕拼 老年那时 不是什么都不怕 老年那时 他就缩练下来了 脾气也缩练了 情感也差不多 都用平常心在对待 现在呢 现在这个人生70开始 人生为什么说70开始 你回顾了你以前 那个70年的以前 海体的快乐 中年的情商 还是少年的情商 中年的勇敢 到现在 你已经放下了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体验人的人生 就是主度 我导我自己 参加我自己 我自己 这条人生 要如何 可以 让你自己 在清静 当中过 等到有一天 老母娘 再呼唤了 海鸵 时间搞了 我们要来 回顾了 那个时候 我们的勾出来 是 沥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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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沥的 撑鸡丹 回家 见老娘 那我们有多么的光荣 所以 跟我们的道亲 土地们 同道们 加油 那我们有多么的光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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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像是 我們 我们 我们说 去做 道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 要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修道 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就听到 我们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些 我们 都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些 是 中文字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 就是 中文字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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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这就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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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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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